异常加速 电池起火 特斯拉多起事故引关注 操作不当 环境影响 特斯拉甩锅式回应 遭质疑 我们是按照220或380伏 然后进行证据 就按照这个固定 进行证据 但是国家电网的证据 它如果是电话 突然会失败了 五部门联合约谈 特斯拉到底做错了什么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由中国邮政储讯银行 独家冠名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玲 今天晚上我们来关注 特斯拉被五部门约谈的话题 演播时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清华大学 汽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显君 一位是财经评论员 万哲 欢迎两位 那昨天晚间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 网站上挂出了一条新闻 是迅速传遍了全网 内容是市场监管总局 和中央网信办等五个部门 就消费者反映的 异常加速 电池起火 车辆远程升级等问题 共同约谈了 特斯拉汽车北京有限公司 和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那一家车企 被几个部门同时约谈 并不多见 这不免让大家瞬间就能想到 经常见诸媒体的 特斯拉的一系列的事故问题 比如说在一月底的时候 江西南昌一位车主 刚刚购买了六天的特斯拉 Model 3就突然断电 无法启动 而特斯拉方面的回应 则是国家电网的电流太大了 和自己无关 具体的情况我们看一个短片 南昌市特斯拉车主图先生称 购买仅六天的特斯拉 突然断电无法启动 我是在超级充电桩上面充电 这是第二次 而且是第二次充电 还没开走 在原地就拔下充电头 准备要走的时候 车辆发生这个剧烈的抖动 然后组屏上面就显示 这个一连串的故障码 对此特斯拉售后负责人表示 是因为国家电网的电流太大了 1月31号凌晨 国网南昌供电公司发布声明称 电源线路电压稳定无异常 建议特斯拉请专业人士 认真查找故障原因 并对相关不实言论 保留追究权利 2月1号 特斯拉客户支持官微称 对于近日 南昌车主充电后 出现异常的情况 引发的网友误会 以及给南昌电网造成的困扰 深表歉意 我们来看一看 根据媒体不完全统计 2020年特斯拉在中国 至少发生了11起的失控事故 其中4起特斯拉是没有回应 2起说是车辆没有故障 还有1起说是 行驶中电脑死机的原因导致的 其他的都是以用户 误操作为由了事 所以在大家眼中 现在特斯拉通常的解决方式 就被称之为甩锅 这次罕见的被五部门约谈 这锅是不是是甩不出去了 它这次这个五部门约谈 可能是汽车行业解决安全质量事故 可能最多的一个部门 五部门同时约谈 说明这个涉及的问题很多 那么也是我们这个五个部门 对近一年多来 特斯拉汽车引起的事故的一个回应 那么也说明了特斯拉对这些问题 是比较消极 不积极 就是说产生问题 这次约谈 那大家这个性质 大家一定知道 它不是惩罚 它是我们政府的监管部门 首先要促进 必须加快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有一个涉及到人民生命财产 消费者生命财产和安全问题 另一个方面就是 要确认问题的性质 就是这个质量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到底是车主的责任 还是特斯拉的责任 但是一般而言 就是说从1966年 就是美国这种召回制度的 确立以来 它这个安全法 车的安全法出来之后 到现在 看了大部分的事故 都是主体 又是用车的质量设计的问题 和生产质量的问题 客户的操作比较少 你像特斯拉现在市场上 出现这种刹车失灵 绝对不是车主使用的问题 是它设计的问题 所以不是随便能甩锅的 对不是能甩锅的问题 而这一次也足以看到 监管部门 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肯定是这样的 我觉得约谈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 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么约谈应该通常来说 都是促进整改的第一步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特斯拉这次约谈的内容 虽然没有被披露出来 但是其实从约谈 它的这五个部门 也大概能够看到它的情况 比如说约谈 它的有市场监管的总局 然后有工信部 然后有交通相关的部门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这个是应急部 网信马还有应急部的 这个消防管理局 所以实际上也是针对的 我们在目前的前几年 能够看到的特斯拉 发生的一些比较多的 被投诉比较多的事情 实际上在去年 我们能够看到 它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不是说 完全是一些个案 而是反复产生的 而且其实在更早一些 比如说19年 我们就还看到说 有一些投诉 甚至是产生了自燃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 它的解释好像是说 你这个自燃是因为 比如说你行车不当 什么撞到柱子 什么之类的 总之跟它没有关系 跟它没有关系 但是后来发现 有一些车可能 就是比如说像充电的时候 或者别的时候 也发生了自燃 当然对它来说 它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 它不断地辩解说 跟我都没关系 不管你做什么 都跟我没关系 都是你不当 可能是你个人不当 可能是你就是说 你这个同路人不当 或者是你充电桩不当 甚至怪到国网的身上 那么国网也表示说 他们自查了以后 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得 从特斯拉自己身上找问题 所以我认为 这次约谈找它 实际上应该说 既对它是一个敲打 实际上也对它 对企业也是一个保护 那么保护就在于说 如果责任没有 最后很容易地 这样定下来的话 就要开始自身 就是开始调节 进行整改 把你的质量把关把好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够 对消费者持一种 很消极的态度 无论投诉是什么 你都觉得说跟我没关系 尤其你是一个智能车 别人可能也比较难以来证明说 你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此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约谈 对它实际上 是起到这样一种作用的 的确就像万哲说的 特斯拉它有强大的品牌力 而且就是智能车 它是有它的复杂性的 所以消费者面对 很多问题的时候 它是一个不对称的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特斯拉在您观察看来 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是质量问题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这样是存在问题 车因为所有的车 都是一个复杂商品 包括燃油车 你看现在每个企业 都有召回的 那么特斯拉 包括我们中国造势新事业的 这些车 电动车 又是智能车 又是软件也上来了 无人驾驶也上来了 更复杂了 所以存在问题是正常的 那么就刚才我们讲了 就万老师刚才讲 就是说我们要证实这个问题 那么特斯拉这次问题 核心问题是几个 就是电池着火 对 起火这个事 爆炸 这是一个 在美国也发生了 还有一个刹车失灵 另外加速异差 还有一个方向失灵 这些都是设计 生机 OTA生机 就是在线软件生机 生不了 有可能生机出现乱码 有可能 这些我告诉大家 都是致命问题 就是大家你开开车 如果方向失灵了 你怎么去处理 你帮你踩刹车失灵了 你怎么处理 所以说它这个甩锅 就是我就说 奥尔曼一甩锅 就是本身就是一种质量问题 你比如说他说 这个解释说 我这个车刹车了 说女士 这是女士开的车 女士开的时候 说这个没有进度 又没有力量 但是它这种本身甩锅 就没有技术含量 一看你设计的时候 就失忆了问题了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实际上 特斯拉就是 它刚才挤的质量问题 就确实是问题 但我觉得它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是它的服务上的 傲慢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特斯拉的态度 实际上我觉得主要 还要取决于 这个市场的竞争性 到底有多大 事实上我们在特斯拉之前 也看到过过去丰田 还有大众 比如说日本的这种 德国的这种车企 其实在中国 都出现过这种事情 就是说有这个全球 都发现了有缺陷 有问题的车 但是它在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发达国家 进行了召回 但在中国市场上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可能是仅次于它国内 或者仅次于美国的 这样的一个第二大的市场 它却没有发出召回令 甚至在有一些客户和消费者 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 去进行投诉 或者去进行这样 就是寻求解决问题 他们仍然表示说 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种狡辩的态度 实际上这种傲慢的态度 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我想五部门跟它进行约谈 实际上也是对这种 傲慢态度的一种纠正 就像是李老师说的 最重要的是说 你实际上 你的这种服务上的 这种质量的不解决问题 也是一个质量问题 的确 虽然我们今天在这儿 谈特斯拉的种种问题 但是2020年 对于它来说 真是高光的一年 我们来回顾2020年 特斯拉全年是生产和交付了 大约50万辆电动车 股价更是屡创新高 而马斯克本人也因此 成为了全球新首富 然而无论是在 美国的本土市场 还是海外市场 特斯拉的产品质量问题 都是广受诟病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 特斯拉此前多次因 起火和质量问题 受到诟病 今年2月2号 特斯拉宣布 在美国市场召回 134,951辆Model S和Model X 借车 2月6号 特斯拉宣布 将在中国召回 3.6万辆Model S和Model X 据外国媒体报道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马斯克近日在接受 行业分析师 桑迪·门罗的采访时承认 特斯拉在接近2020年底时 生产汽车的速度太快了 为提高产量 需要额外一至两分钟 让车辆油漆晾干 但实际上 却没有足够时间 晾干油漆 以至于汽车漆面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他还说 不要再生产忘记 购买特斯拉汽车 要么一开始就买 要么等产量稳定下来 以后再买 在2020年美国权威性消费者报告 可靠性排名中 特斯拉排名倒数第二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J.D.Power 发布的2020年 美国市场新车质量研究报告显示 特斯拉初始质量 得分为250PP100 这意味着 每100辆特斯拉车型 便会出现250个问题 排名垫底 我们可以看到 质量问题并不是在中国独有的现象 而是特斯拉面临的 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对此马斯克解释说是 不要再生产 忘记来购买特斯拉汽车 要么一开始买 要么等产量稳定了 再买 因为整个生产加速过程中 他说要让产量直线上升的同时 又要在所有细节上做到完美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难道特斯拉为了 按时交付订单 来扩大它的产量 就可以去降低质量标准吗 为什么质量问题和它的产能问题 不能同步解决 它这个就是可能是急性发言 因为对吧 因为那个质量 不论是电动车也好 和燃油车也好 就是我们说电动化 智能化 改变不了企业竞争力的本质来源 那么客户和质量 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来源 所以说必须做好质量 同时必须留住客户 如果你光靠生产 就是敢进度 或提高效率的话 影响质量的话 你暂时 大家对你的智能电动车 要感兴趣 从长远来看 就是我告诉他 特拉大必死无疑 是 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质量问题 实际上不能有特权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质量问题 在中国市场上不能有特权 那现在再说 质量问题 在新兴这种事物上 也不能有特权 那么如果说 你不是一种能量产的车 你就不能量产 如果说你不是 能够卖这么低的价钱 你就不要卖这么低的价钱 如果你认为说 我可以卖给这样的人 这样的价格 这样的客户 进入这样的市场 那么你就有这样的市值 我们都知道特斯拉 就是包括这个马斯克 他本人一直 这个在 这个经常的要放言说 意思说像巴菲特这种人 他们都是靠金融挣钱的 而我 我是一个靠制造业挣钱的人 所以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 特斯拉 它的量产的这个量 如此之小 然后它的市值 实际上是远远超过 老牌的那些 就是说在全球 有那么多布局的那些车企 包括什么 已经是三个丰田的市值了 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不能不说 其实它完全是靠金融市场 在支撑它的 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它就更应该 重视它的质量 因为如果它没有 这种质量的话 就会让人怀疑说 你的市值是不是 完全是掺了水分的 因此它如果想要 标榜自己是一个 制造业的大亨 或者制造业的先锋 我认为它应该 更加注重质量 而不是把自己标榜成一个 质量的特权所有者 因为我东西是新的 因为我东西就是说不一样 所以我就希望说 你们就不要对我要求太高 是吧 因为我觉得你有这个市值 那么你就必须要 担负起这个价值 所需要担负起的责任 这样才行 我们说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那大家是不是还会记得 在今年一开年 特斯拉的国产Model Y 就上演了一出开卖 急降价的大戏 搅动了整个新能源的市场 那这一轮的降价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考虑和策略呢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此前特斯拉的公开信息显示 该公司就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土地使用权 与上海市政府签订了 为期50年的经营租赁协议 根据协议 特斯拉未来5年 必须在上海工厂投入超过 14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支出 从2023年年底开始 特斯拉上海工厂 每年需纳税22.3亿元人民币 如果无法达成 特斯拉则面临归还上海工厂 所占土地的风险 百亿堵局下 特斯拉通过疯狂降价来抢占市场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特斯拉都是新能源车企门面前的一座大身 数据上 特斯拉在2020年 交付了49.9万辆汽车 距离年产50万台 仅一步之遥 2020年 比亚迪新能源车 销量为18.97万台 而蔚来 小鹏 理想 三大造车新势力 全年交付总数 也刚刚突破10万辆 资本市场上 截至到2月8号 每股收盘 特斯拉总市值 8184亿美元 是蔚来的8.8倍 是小鹏 汽车的22.3倍 是理想市值的30倍 价格降低 利润就会降低 这个时候就需要控制成本来扩大产量和销量 再次获得利润 一切以产能优先 这是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这样一个做法 它这样的做法 背后它的野心 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是不是它也存在对市场的焦虑 这些到底都是什么 这个抓产能是每一个造车新势力必须的 因为规模经济 规模上不来 它整个成本上不来 对吧 这是没有问题 要抢市场份额 要抢市场份额 但是存在什么问题呢 你在扩大规模经济 扩大规模的时候 一定注重刚才我们讲了 质量的问题 那么对客户 尤其存在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对客户消费者负责 刚才那万老师讲了 质量没特权 那么任何一个跨公司 到一个东道国家 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 我们还有消费者保护法 对吧 所以必须得尊重我们的法规 就是说我们一定 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现在有一个错误认识 说我们要是强调对外商 或合资企业的产品进行强化管理 就是影响扩大开放 影响什么影响还 这是不对的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 经济体 它必须在抓好效率和公平的同时 注重什么呢 企业的什么一种责任 社会责任这样 所以说对这个特斯拉来讲 也包括我们造成新势力 必须重视质量问题 所以说大家不要用电动化 智能化 无人驾驶 还有什么软件定义汽车 掩盖了竞争力和企业 经营最本质的问题 这是老忽悠 对啊 老忽悠不行 也就是说特斯拉现在面临着很多造车新势力 这样一种竞争压力 竞争压力 它反而还去丧失我们的在质量方面的这样一个把关的话 它埋下的是更深的影子 更深的影子了 对 一定是 因为质量它如果忽略的话是影响长远的 对啊 是这样的 对 刚才其实万哲也说到了除了质量问题很深层次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对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态度 我们来看看有一张网友吐槽特斯拉甩锅回应的图 这张图上你可以看到在提到比如说汽车失控加速 回应会说是外部环境气温过低 充电后断电会说是国家电网电流过大 还有刹车失灵说是女性踩刹车力量弱等等 像这一次的约谈之后特斯拉又关闭了微博的一个评论 我们从这个事件中能看到一家企业怎么样才能真正行稳支援 我觉得要行稳支援其实很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电动车为例 它更加需要说就是要知道说它未来就是要需要这个市场的更多的认同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尤其是电动车市场 在就是前面的这个十年发展是经历了一个高峰和低谷 那么去年又经历了一个高峰 实际上金融市场对它非常认可 但它更需要消费者市场的认可 所以我觉得它行稳支援 要更要把质量做好 对消费者要服务的好 好 谢谢两位 广告之后来听主播说评 欢迎回来 我是张琳 大家是否还记得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从电机到试装车下线只用了短短十个月的时间 这位马斯克赞叹是中国速度 然而一系列的质量问题让我们遗憾地看到 特斯拉显然没有跟上中国市场赋予它的中国速度 辜负了中国消费者对它的喜爱和追捧 我们常说罗伯快乐不喜倪 这是效率的体现 但并不能成为汽车这样一种价值不菲 又性命攸关的产品质量疏忽的借口 用好的产品和服务 尊重市场 尊重消费者 才能行稳致远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今天是我们节目在节前的最后一期了 在这里张琳要代表栏目组 祝大家新春快乐 牛年大吉 我们节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